有很多人都想問 就是東煮跟Dolly是怎麼認識的 上個節目 第一天然後認識彼此 然後第二天我們就回家互相開業 就回家 第二天就回家 第二天我們回各自的家 拍直播這樣 然後第三天就在一起了 蛤 所以第三天 也太迅速了吧 那我要利用你們的節目呈現一下 就是有很多人說 他是 我以前是我小三轉正功 然後因為我前女友是蚊子嘛 這個 對 我現在直接講出來了 我現在直接講出來了 好熱喔 來啦 好熱喔 但其實不是 我跟蚊子分手的隔一天 我就會去上那個節目 所以是有隔三天 對 沒有交錯到 我們接下來要玩 情侶的這個考驗 各自交過幾任男女朋友 你自己有幾個 先是一個數字 喔這個這個題目也太狠了吧 有人要吵架囉 蛤 我知道耶 你算算自己的還是算對方 我看他自己的比較難算一點 情侶之間的摩擦 就是從這種小地方開始 搞很久耶 Dolly他寫五個 啊我剛剛也寫五個 四個 我塗掉了 那那個多出來的一個是誰 這個不要在這邊講啦 回家慢慢討論 然後再來看觀眾主 他寫十二他寫十四 十二個啦 什麼意思那你多兩個 有些是那種 半個半個加在一起算一個 哈哈 音樂跟Dolly 你覺得東煮會選什麼 這個就跟問 媽媽跟女朋友 調到誰裡面 對 我懂你了 我懂你的感覺 對對對 很多 就是你想的 你懂這種感覺 OK然後 嗯 等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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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遲疑啊 太久了吧 翻 他寫音樂 然後你寫 都要嗎 Music跟Dolly 懂寫 懂寫 沒有沒有 但其實你知道 他是最後三秒鐘在反對 哈哈哈哈 才寫第二行 那下一題是溫馨的 觀眾主 最喜歡Dolly的拿點 搞笑 他喜歡 OK 然後他寫馬尾跟 你這樣寫就敷血 沒有沒有 他是在他的眼睛裡面看到 看到他的馬尾 看到他的搞笑啦 搞笑的馬尾 所以你私底下是很搞笑的嗎 他可能給我很ㄎㄎ 但這應該也是你會很喜歡他的點嗎 對對對 因為我喜歡很不切實際的東西 欸 真的稱讚嗎 越講越奇怪喔 我喜歡你的 我最喜歡你的不切實際這樣 Dolly 最受不了關東主什麼事情 有人說會不會最後主持人生下屁孩 哈哈哈哈 一二三 他只是說他不喜歡你 就忘東忘西 你怎麼把自己喝醉的事情 跑出來了 我不喜歡你喝醉 我哪有 我不知道啊 我就在想啊 開始要醜醬 哇 醜醬 那個 晚上喝醉之後再聊這樣 晚上喝醉 是他不喜歡我喝醉吧 我們這個的這個目的已經差不多要達成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 看大家割血都說 我有好多車好多婊子 結果一看本人 每個都窮得跟什麼一樣 沒有啦也是要有錢的啦 是啦是啦 是我們比較不爭氣一點的 不然屁來你有什麼心得嗎 你知道有些時候 就是講一些不該講的話 大家就會說 這個人在講什麼講什麼 那個就進來了 這是你賺錢的方法是 沒有啦 可是你一開始怎麼會想要在夜市擺攤 因為我有一個兄弟他從國中就在擺夜市 然後我看他賺很多錢 人家也是因為這樣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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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aiwan